电视剧《庆余年》由男性张若云主演 在2019年播出时 就兴起了超高热度 日前该剧将播出第二期 却引来网友质疑海报设计涉嫌抄袭 有网友发现官方公布的海报设计背景 与传奇漫画家伯尼·莱特森的作品 完全一模一样 遭到大批网友批评 对此负责设计海报的公司 日前发布道歉声明 表示公司内部核查后发现 在海报制作过程中 监管不当导致工作疏忽 才会发生了这样的失误 为此向各界人士表达成之歉意 随后也透露公司正积极地与版权方沟通联络 往后会加强知识产权管理 完善监督审核流程 以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虽然设计公司已出面道歉 但事实上涉嫌抄袭的海报 早在一年前就已经公开了 因此网友们认为道歉速度太慢 根本一点诚意都没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